今天我為大家邀請到是 美食專家 費琪 費琪老師 費琪姐來跟我們說說看 這一次的米其林的 這個紅色guidebook 它很不一樣 它不是給你一顆星 兩顆星 它就是一個推薦名單 對 差得對 它差在一個前哨戰 它等於就一開始的時候 它用必比登的這個 所謂的guidebook的概念 它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這群密探 給台北的這些餐廳 最好的鼓勵 鼓勵什麼呢 他們都是千元以下的小吃跟餐廳 除此之外 他再給他們一個是什麼 再給他們說 他們的味道都是 就是爐甲包換 是真材實料的 所以給他很好的肯定 好 今天為大家穿幾道 只擦一個爐 今天晚上 金文王就在這裡圍爐了 費琪姐來 每一道都是貨真駕駛的好料理 我們從哪裡先看 我們先從前面好了 前面就是這個茂園 我們講就是很台菜料理的代表 那其實一個台菜好不好吃 其實炒飯可以看出它的火 火候 我們都說會跳舞的飯 就是茂園的飯 因為它裡面的東西就是 蛋一定要剛剛好有嫩度 然後那個米粒就是要粒粒皆分明 這是它的特色 北菜肉 北菜肉 它這個應該叫它的海鮮羹 海鮮羹 因為他們就是從台南的漁港 上來台北之後 它就是完全直送到台北 然後就勾一點薄芡的方式 去呈現出來 所以它湯頭是有一點鮮美的口感這樣 但它最有名的是它的白斬雞 你要記得台南是很多養雞場 所以它都是當地的 不管是土雞 烘 直送上來 直送到台北來 所以它的肉你看 它一定要怎樣好吃 你看它的骨頭要有一點血 見血 那個肉呢 才會甜 才會香 還要沾它特別用的這個 我們講的是五味醬 是味道才會好吃的 那這一道 那個雙月食品 它本來就一直是排隊的餐廳 因為它就在立法院隔壁 所以一直是人版為壞 那它這一次呢 也是用烏骨雞的這個雞湯 跟它的那個一般的蛤蟆雞湯 是最有名的 那這都是很媽媽味 而且它的雞呢 它都是用烘阿龜 所以它的肉呢 又有彈性 又有口感 然後又多汁 所以它的特色 當然最重要其實 我覺得這個蜜炭很厲害 因為他們都在平的是九窯餐 所以它來到台北之後 它特別會選什麼呢 會選那個 那個食物裡面有藥食同源 所以它用了好多的藥酒 像這個 還有的這個食泉排骨湯 也是特別 它就是用四菌子跟四五湯 女孩子每次不是 每個月來的時候 都需要補一下 然後加上它的檔參 跟它的一個枸杞 它的味道更香甜 全店四十五年的好味道 這四十五年的歷史 將近半個世紀了 那麼說到了這個紅色的小冊子 它真是威力無窮 真希望自己的觀光自己舊 現在我要請蔡總帶我們來看到 看起來 掛上了米其林 就等於燙金了一樣 不只店裡的生意 連股票都越來越值錢了 對啊 有這個必比登推薦之後 一定是門庭弱勢 股價 我們看一下 這個都是台資 在中國的這一些餐廳 第一個是王品的 鵝湖冷上海新莊店 它是港式燒鵝 用他們說燒鵝 最厲害的食品 黑中鵝 那個切片 晶瑩剔透如琥珀色一樣 再過來是上海老干杯 外攤的本店 這是老干杯 前進大陸第一家的餐廳 然後是用冷凍的 澳洲的和牛 那個騷肉 再過來就是亞民的 這個是西班牙餐廳 阿瑪 它很便宜 一顆大概人民幣150塊 它是唯一 唯一必比登推薦的西班牙菜 所以一味難求 我們就抓這個乾杯 還真的乾杯 我們看一下 這個都是台資 在中國的這一些餐廳 第一個是王品的鵝湖冷上海 新莊店 它是港式燒鵝 用他們說燒鵝 最厲害的食品 黑中鵝 那個切片 晶瑩剔透如琥珀色一樣 再過來是上海老乾杯 外攤的本店 這是老乾杯 前進大陸第一家的餐廳 然後是用冷凍的 澳洲的和牛 那個騷肉 再過來就是亞民的 這個是西班牙餐廳 阿瑪 它很便宜 一顆大概人民幣150塊 它是唯一 唯一必比登推薦的西班牙菜 所以一味難求 我們就抓這個乾杯 還真的乾杯 勝利 5月11號的時候 剛掛牌不久89塊 一路的漲到現在是180 這個波段的漲幅是102% 你看營收真的 漲得有業績支撐 月營收連續19個月都是上漲的 所以真的是吃出新實力 但是我們要扣回我們今天 一開始的主軸 其實大盤最近很流行 高值利率 有沒有隱藏在食品股裡面 被大家遺漏的呢 對啊 很多的股票真的是非常的直優 加上高值利率 第一個大比亞爾索隆講的 統一超 去年的EPS是29.83 花了25塊 值利率8.7% 股價你看現在是直逼300塊 另外一個南橋大城浦峰 他還沒有發布股息 不過我們抓一下 我們初估了去年的EPS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數字 然後用2016年的配息利 我們把它推估 我們幫大家算了 是這樣的一個數字 然後用2016年的配息利 我們把它推估 我們幫大家算了 大概南橋是4% 大城也是4% 浦峰好像還會再高一點 4.3% 其實對一個食品股來講 有4%的殖利率 加上業績的穩定 其實已經滿好的投資對象 所以我們看一下統一超 統一超在殖利率 這個8.7%的加持之下 一度衝到315塊 但是短線可能有賣壓 因為這個價錢是他歷史的最高點 所以難免有一些調節 目前進行一個高檔的一個整理 再過來浦峰 去年對浦峰來講是一個豐收年 肌肉不斷的漲價 去年EPS已經財報出來是5.35 還沒有公布股息 不過大家想說 英高比照2016會配到3塊 假如是3塊的話 指利率是4%的起跳 我們看一下股價 股價你看 最近雖然還沒有創之前的更高點 但是底部是越墊越高 現在這個價錢已經 第一次了70塊 這個過去老實講 中文人technico 中文人 Michiling 中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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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話 廣坪